而针对洪仲秋枉死的案件 陆军司令李祥咒 昨天亲上火线致歉 慷慨陈词 表示军队不是黑道 绝对不容许流氓存在 不过当媒体追问相关疑点 包括关键引带为什么消失 是不是有人动手脚 洪仲秋跟范左线 有没有恩怨等等的问题 军方都推给侦查不公开 并没有做正面回应 陆军司令李祥咒出面致歉 坦诚洪仲秋的死 使干部管教失当 这不是黑道组织 不容流氓败行 仲秋妈妈说 仲秋安然入梦 已经放下了 但是我们陆军司令部 绝对放不下 让我们国军 是一个 李祥咒讲得慷慨激昂 喇叭发出刺耳的干扰 也面不改色 洪仲秋究竟是不是 理应座谈招来杀鸡呢 理应座谈 前一天也就是25号 事实上五四两旅的吕布莲 已经针对洪仲秋下市 做出了事关评议委员会的决定 和与禁闭7日的处分 是否范佐献送饮料 买通国军813医院 加速了体检报告的出炉 有事关到医院去拿 这个协调尽快的拿到这个量表 所以饮料的问题落差很大 这个我们不做解释 由军演来做最后的厘清 红案关键两段引带为何消失 军方推说 侦查不公开 是不是269旅政战主任 陈一鸣下令删除 军方以查扣引带时 陈一鸣人不在场来回应 范佐献和洪仲秋 是否有个人恩怨 还是回避不答 陆军司令李翔州 大动作带着相关主管出面 却没有让外界 对洪仲秋命案的疑问 得到更多解答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